這棵是一棵冬青樹 冬青樹有趣的地方就是它本身不是一種水果 人們不會吃冬青的果實 因為太小粒了也就是甜飽肚 而這棵是鐵冬青 也是香港最大園的冬青樹 鐵冬青其實每一年都會在春夏天開花 它的果子是一梳梳很大抽 綠色的果子就在夏天到秋天的時候就慢慢長大了 這些冬青樹在香港摘根之後 外國人百多二百年前來到香港的時候 發現了一些類似的果樹 所以他們都將這個名字 就命名了香港的一個地方 就是荷里活道 就是Hollywood Road 這個冬青樹本身在香港都有價值 你們其實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去試過冬青的味道 它是很苦的 其實在二十四尾裡面 就有鐵冬青 或者我們的藥材名叫救必應 這個成分在裡面 我們在裡面 希望在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那邊的天這間 我們在那邊的葉子 就是我們在那邊的葉子 所以我們在那邊的葉子 就看我們這間 有些人在那邊的葉子 那邊的葉子 就是我們在那邊的葉子